来调解的吴先生说话时很消沉 但是当年与熊女士刚刚认识时 他可不是这般模样 而是深深的让熊女士着迷 有点幽默 有点风不得那一种 因为我做小姑娘鸡 我也没有恋爱过 被深深吸引的熊女士彻底的沦陷了 批我前夫打了好多 他冬天的时候他把我打到那个水沟里面 把我挂在一个房间里面 即使孩子哀求前夫求和 他还是狠心敌了 而那时的吴先生也对熊女士 做出了美好的承诺 然而当熊女士离完婚 跟随吴先生来到浙江老家生活 心婆婆的态度给了熊女士 当口一棒 我的衣服晒到外面 他妈妈把他的衣服结不收进去 我的衣服不收 我说给他听 他这样子跟他妈妈说 他说你为什么说 又把他的衣服不收 他妈妈自己这样回答 我也家不去 然后我又哭了 我当时我走出来 他妈还把他两个姐姐叫回来 有一次两个姐婆婆她们 娘三个在吃补料 我到楼上去 毕竟就诺诺成大门好俊俊嘛 她三个人吃得很开心 然后我上去哭了 她问我哭什么 我说你妈妈三个人在吃补料 我说我并不是好事要去吃个补料 你又是假装问一下 你又说你吃吗 也许我不会吃的 对不对 那然后我老公下去问她们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是我带回来的你的 你问她一声对不对 然后那两个姐姐起来给她吵 她妈妈也是 然后她起来嘛 她一脚把那个凳子踢了 你跟她回到她的家里面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是个什么关系 但是还没打结婚针 她又跟她们家里已经讲过了 意思说她是未来的女朋友了 你有跟你的 就是未来的婆婆有过沟通吗 为什么这个样子 包括姐姐 你有主动找过她们问过吗 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外人家的 跟她们沟通肯定是 马上会吵架什么的 但是我跟她讲 你把你的想法证明了 我要定了 我叫她给我两个姐姐讲 这个你的事我要的 给你们不过关 这是我跟她生活在一起 但我一直跟她讲 她没做到 然后就把后面的事 搞得一团糟 她没有去做这个沟通吗 没有呀 她也没有把她们家人的态度 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 老师敷衍呀 她老师她也拆走 不知我妈怎么想呀 我没有家的温暖 她妈是一个360那个脸 左右年轻都讲 好像切了几百万 从来没有笑脸过 一点不坏心东西 一点不坏心不做饭 我在她家里经常没有吃饭 把地方给我拔掉 不烧饭 经常到现在为止 不知多少次了 胡先生 他说的这个事事时吗 你的妈妈和姐姐 都是这么对待她的 我不认为这么对待 他刚刚说的那两件事情 你先回应一下 他都跟你讲 并且都叫你去看的 衣服不舍 我不知道 我经常跑在外面 你不要瞎着那个生理 在家里 你不老是有病 那我的天 你今天不出来了解 我叫你去看的那个衣服 我把我的衣服送回 今天来了解 像汉病 你不把心结打 你不把这个病告诉医生 我们夫妻毛的解决不了的 你要直接回答 为什么独独她的衣服不收 是不是家人对她有意见 你问了吗 我没有问 有可能是 直接说不喜欢 我以后有问的接受的呀 可能是对她有偏见 两个姐姐年龄大 快五六十岁了 我老妈七十几岁 可能他们的意象 跟跟你现在的年轻人 想法都不一样 能不能说细一点 你的家人对她 不满意的点在哪里 你也让她心里明白 对 我又想经历她的这个结果 明白就是吧 熊玉平 你的开销发度太大 包括我的内心是一样的 她只要看到的东西就去买 随便什么东西 只要看得中 比方说鞋子 全全合合 有没有一百三 鞋箱里面的鞋子 如果说你不穿了 我说你干脆扔掉 扔了那些桶里 没有看到 非常好 包括比方说衣服 衣服有多少 衣服 我不敢说这个 怎么不敢说 我都能接受 哪怕一万就我接受 有的事情还来个前面 少说一句 就是说能够保利一点 我要你留审摩奇 没这个男人 我还要留审摩奇 我现在两个厨子里放了 多少衣服 你自己去看 女士 今天是希望我们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吧 对不起 刘老师 对的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干嘛呢 像小孩子似的 我我好 我好 我好 我好